男孩第一次上男厕所 竟从门缝目睹了一场可怕的凶杀 只见老黑掏出匕首在同伙的帮助下将一人残忍杀害 如此少而不移的画面吓得他大脑死机 趁同伙在地上快速舔包 老黑却一脸淡定的整理一容 此时男孩心里害怕地咯噔一下 细微的响声立马引起老黑警觉 随即掏出一把标标枪 开始挨个检查小包厢 开门的动静让男孩旁观一走 发现肛门竟然没锁 于是赶紧上前将门栓插上 耳听开门声逐渐逼近 可钢门怎么也锁不上 就在这危急时刻 男孩使出吃人的镜终于插上了门栓 随即紧贴墙壁瑟瑟发抖 很快老黑来到他的包厢外 猛的一拉钢门却纹丝不动 立马猜测里面有人 男孩见识不妙 迅速蹲下钻到了隔壁 开门后他左瞧右看 却连毛都没有 殊不知男孩正站在旁边的马桶上 大气也不敢喘 搜寻无果的老黑转身便走 等佛伯仪赶到现场 询问唯一目击凶杀案的男孩 可他却表示只看清一人样貌 是个长得不白的黑人 而根据男孩提供的详细线索 佛伯仪效率极高 仅仅花费一个晚上 就抓来十几个黑人让男孩指认 然而看完后他立马摇了摇头 随后无聊的男孩在警局瞎溜达 忽然光荣榜上的照片引起他的注意 仔细一看正是凶手老黑 男孩指着光荣榜上的缉毒警 示意对方就是杀人凶手老黑 佛伯仪被震惊的当场懵逼 表示自己已明白他的意思 随后赶紧将此事告诉顶头上司 对方听完一脸问号 要知道老黑刚登上光荣榜 佛伯仪说起上个月警队缴获到一批面粉 原本都因存放在仓库 可后来却查无此物 而老黑正是行动的负责人 很有可能坚守自导 听到这里上司一脸严肃 表示让他保护好证人 切勿打草惊蛇 可第二天男人刚到停车场 一回头就发现了老黑 赶紧掏枪射击 两人依靠掩体对射了几个回合 老黑见一时半会拿不下对方 于是立即驾车离去 等对方走后 佛伯仪这才发现自己重弹 同时也意识到上司跟老黑是一虎呢 随即将孩子和他母亲连夜转 送到孩子乡下的爷爷家 此时母子才发现佛伯仪中枪了 可他却表示不能去医院 否则会被凶手找到 无奈只得先把对方带回家中 幸好在女人的精心照料下 佛伯仪也逐渐恢复了健康 可由于上司的势力太大 他们只得选择暂时躲在这里 四人就像一家人生活在了一起 所谓日久生情 二人的关系也越走越近 本以为离开了城市的喧嚣 便能平静地过完一辈子 然而这天的意外 却让他们再次惹上麻烦 一伙混混拦下马车 还用冰棍挑衅男人 所有人皆是敢怒不敢言 而正义感爆棚的佛伯仪 却压根不惯着对方 等来到混混面前 他迅速帮帮几拳 将对方按在地上使劲摩擦 其他混混一拥而上 也被他轻松解决 可佛伯仪并不知道 正是自己的这次冲动 却让上司知晓了他的位置 并带着手下找上了门 三人手持喷子冲进屋内 逼问佛伯仪下落 此时爷爷刚好走到屋外 看见老黑后他大声示警 却被对方哭斥一个大逼都打倒在地 听见动静的佛伯仪立即将男孩送出门外 接着准备发动汽车开溜 不料关键时刻车子没有 此时手下以纹身赶来 朝着佛伯仪的方向疯狂扑斥 无奈他只得躲进牛卷 顺着通道爬上骨仓 却发现顶部竟被封死 此时手下刚好赶到 可当他抬头望去 却阴眼瞎啥都没瞧见 佛伯仪一脸懵逼 这他喵得也行 趁着手下钻进骨仓 他一把搬动横凉 刹那间无数玉米欣喜而下 可怜对方还没来得及逃跑 就被玉米活埋 此时佛伯仪赶紧从玉米堆里找出喷子 当老黑纹身赶来 刚巧撞在枪头上 这个杀人凶手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 另一边男孩由于不放心母亲跑了回来 还拉响了镇子上的警钟 慌张的上司让爷爷去阻止对方 接着胁迫女人命令佛伯仪放下武器 由于担心对方安危 佛伯仪只得妥协 可当上司以为一切尽在掌控时 无数吃瓜群众蜂拥而至 懵逼的上司当场懵逼 随即表示自己正在执法 可佛伯仪却怒斥对方 难不成想杀掉这里的所有人 此番言论彻底攻破他的心理防线 佛伯仪趁机上前将其脚械 等大批探员赶到这里 这场谋杀案的闹剧终于结束 上司也定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故事结尾佛伯仪白捡一个儿子 还与女人从此过上没羞没骚的幸福生活 看完这部影片 我明白一个道理 千万不要一个人上厕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